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母校 你看文涛一病 武汉大学就淹成这样 这是他是不能病的 这是为了他的学弟学妹 为了文涛流的眼泪 没错 没错 你看都哭成这样 这是东湖的水涨上来 把这个优美的校园泡成这样 现在华南一带不是犯大水吗 我们看看下一张还是武汉 这是什么呢 这是原来运货的推车 那么现在有些猛汉把它推上街做买卖 两块钱推一个人 推这样的话 你看那些小姑娘怕泡湿了脚吗 那不大好吗 没关系 有我们男的扛着 那么来做起这个买卖来了 你看我们中国人做生意的智慧就是了不起 这叫做说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就是任何场合 任何时候都能够脑筋一转 你犯大水吗 我来给你搞这个 要是大汉的时候不晓得搞些什么 我不晓得他两块钱推一个 其实他更聪明 应该还要按那个路程的长短 对不对 他说说说说说说说 他就有个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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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钱超是一块钱咬一分钟 给你在旁边不断咬 here свои记持谁的表违准 我不晓得眉光顾 这真的是火里火里去 所以照嘉辉的手法 刚才那个车 那个你上车前 你还得问师父 你是中共走表 他们的发票 好吗 因为话说回来了 刚才看那个场面 我就想起来啊 另一个国家 就是越南 因为我在越南啊 总有一个印象 就 当然事实不是如此 去过越南就 总是觉得越南这个国家 好像泡在水里一样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固然它水多 河也多 湖也多 池塘也多 而且你就总觉得这个国家 有一种水一样的温柔 但是我对越南的印象 可能没去之前是很负面的 因为这个对业自会反击 在我小时候嘛 你没有去之前 你肯定是会对他 有这样一种印象 来到香港之后 我希望香港也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用词 因为以前越南奈民嘛 对 越南传名啊 传名 包括什么 越南玫瑰啊 对对对 越南玫瑰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那是70年代啊 70年代 但也是这方面他熟 你来接受一下 我跟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第一次去越南采访 他是一定要有 政府的人员来陪同的 然后我们走的时候 那个人很沉 大概是十年了 快七八十年 他就很客气 他就送了一束玫瑰花 给我们啦 我是没有感觉 我觉得他很客气 我们的这个香港长大的同事们 就在那里坏笑了 然后我才知道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店 我熟悉 以前越战的时候 很多美军嘛 美军就去越南战争 然后经常会来香港休假 然后来休假 那叫吃货玩乐 嫖毒饮吹都来了 在湾仔有个区嘛 苏世华那种 苏世华世界的地方 那我就在那个地区成长了 从小看见那些美军在那边 从越南回来 那我就听长辈们都说 他们越南也是乱七八糟 因为没有明天嘛 过着那种生活 很容易有性病 所以呢就经常把性病带回来 他们就美化就说 这个人有没有越南玫瑰 有没有把越南玫瑰带来香港 所以就生病啊 性病 当时还没有艾滋病 讲的可能性灵病 什么其他的性病 抛疹这类的 对 花柳病 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我只知道这个代表 越南玫瑰就是性病的夜市 这个你要相信他 人称这个红灯区 来的马家辉说的话 就必须要相信 这是我的故乡 对 他就跟着这越南玫瑰一起成长 说到这个越南 你看说起来多负面 要不就说他是过去 是一个充满了什么越南玫瑰 然后就香港也想到的 很多的传民战乱 我记得以前我们家 到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认识一些 在美国的越南的黑社会 小孩 你们在街上 很多 很多 美国很多就有越青帮 因为他们安置了很多人 安置了很多人 他们结团很多 所以一直以来都好像很富 就在今天我们录这集节目的时候 就有个消息出来 听说了吗 就中越有一个联合的海洋巡航 联合海洋巡航 其实以前像有 就两国的海军 一起组成一个分队巡航 那么现在就在南海海域巡航 今天又搞了 而且越南的参与巡航的舰艇 很有可能还会在我们中国的港口 停泊补给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越南的和中国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是一样的 官方是很有限的 往往这些问题 我们感到的一些冲突 它会出现在民间 对吧 就好像之前南海的这个问题 它很多的冲突就是渔民之间的 你过来打鱼 我过去打鱼 你扣一下我的船 我扣一下你的船 但如果从越高的层面来说 它就是大家的思路 或者是做法又是差不多 而且还有这个 你说到这个民间 除了渔民 还有一种名 大学生了 不是 是网民 分清了 越南分清了 不同的网 这个网民你看 这有一个消息 是6月22号 香港文汇报做一个调查 说八成半中国网民 对越南反感 而且我去看一下 他调查了多少人呢 不晓得了 是agro 网民 他集中网民 网民基本上对什么都反感 没错 我记得看到还对我们这个杯子反感 有大概456个帖子骂这个杯子 没错 网民就是这种人 没有东西他们不反感 然后呢 我在网上一些论坛也看过一些网民骂越南的 我总结出来两个字 这两个字呢 也是从来中国许多网民 对一切国际问题 一切外交问题呢 它就总结为就是两个字而已 就是敢打或不敢打 就是你没觉得吗 就中国网民台这个跟美国关系是怎么样 就是看敢不敢打 然后呢看越南敢不敢打 现在中国呢 有些网民又 哎呀觉得有点抱怨 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分析和平外交 太软了 太软不敢打 我们应该敢打 然后呢这个敢打不敢打 背后牵扯出来另一个指导中国 我觉得在很多网民心目中 指导中国外交原则的最大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 就有写性 所以写性敢打 因为不用他们去打 因为不用这些人去 要是叫这一帮人来搞外交处理国阵 我们这什么国家 听起来这些语言什么蛮像港产片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家要的节目永远都是 家要的节目就是有写性的节目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家的节目怎么那么火呢 对不对 你没看到家要每回出来 站在周边那块儿 就每回都觉得要打 我的有时候在化妆间就是看到家要拍完出来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不看他换 他还维持这个状态 一下这个写性 这个血还没散下来 然后你换完衣服整个人不一样 没错 他要去穿那个衣服 那个衣服我觉得是里头 是不是有什么铁片 钢片 没有 你讲过 衣服会影响人的思维 对 整个人 他又换回笨服整个人不一样 就不一样 对我非常谦卑 本来看到马家辉下回问他这样 怎么样 敢不敢打 有写性就打 但是这个里面 我去过越南很多次 我就觉得其实 你看民间的报纸 他的做法也跟中国很多地方很相线 就是说民间也要寻找出口 但是呢也找不到出口 那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 积的太久了 他忽然之间就让大家觉得 就要发泄一下 那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看你怎么输导这些感情 有些论坛 有些懂越南文的朋友 上了一些越南的互联网上论坛看 他们也是一帮有写性的网民 一天到晚也讨论 也就是敢打不敢打 但是我遇到好几个越南同行 我遇到好几个越南同行 他们都遇到过麻烦 就是因为谈论到南海问题 批评了中国 那么他们就有的是坐过牢 然后有的是抱子被封 有的是掉了饭碗 因为越南政府 其实还是想盯着他们 对对对 不想让他们过分 不想让他们在这些民间的媒体 就相对来说没有太官方的 希望他们要克制 想克制一下 其实说起来 这些什么南海争议问题 又历史原因又国际法的事 很复杂 这不是我们今天三个人在这儿能谈的 我们等一下还是谈一谈 关于越南玫瑰那方面 我其实都可以谈 你主要谈那个 我什么都可以 广告之后见 说回这个越南 其实我倒没有很多人心目中 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像想起 就一堆负面印象 我倒从来对这个国家很有好感 我是去了之后才会有好感 真的你去了越南 然后你会看到在湖边 环境湖边 人们的生活状态表情 然后你就会觉得 对这个国家会产生一些好奇 因为他收入不高 但是你会看到大家的这个生活状态 其实还是蛮满足的 蛮自足的这个感觉 他这个国家很奇怪 就是说一方面在战场上面 你觉得他很彪悍 对不对 当年能够把美军这样子打退 当然还输给中国了 那么可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整个国家 又给人觉得很舒适很安逸 喝喝咖啡 然后很舒服的 那个国家的环境 懒洋洋的感觉 懒洋洋的 然后女孩又漂亮 现在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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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路边卖彩票的 他们还是有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三个人里面 我是最早去越南的 我1987年去 你们去了吗 没有吧 出生了吗 刚刚出生了 我80后 出生了 我们都刚出生 我1987年去了 我有个小小的秘密 初恋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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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岁在香港 在苏诗黄世界 好 是那个 我有那个月战情节 我家一些长书 有一个书架 都是那 月战有关的照片书 他想说初恋情人 是个美军 你继续 就是越南玫瑰的影像 对 你继续说去越南 然后那个 因为感觉说 越战那一段历史 非常纠缠 全世界去有 其实用不同的方法 几个重要国家 都有参与这个战争 到底然后整个国家的人民 南北对抗等等 然后最主要是我 1987年去采访 代表台湾一个媒体去采访 那时候等于是偷偷进去 他刚开放 我印象最深刻 是碰到他们统一欲 他们称为国庆 前一天我是他们统 国庆前两天去的 白天全部看到路上 路上路边都躺着 躺着七盖 屎盖 这是讨饭的人 这种无家可归的人 一群人大大 男女老孝的在那边 然后呢 我就那个导游跟我说 他因为他那个导游 看到我那种眼光 好像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路上全部躺着人 然后他就主动安慰我说 家伟放心 过两天国庆日 他们就会不见了 全部不见了 那我就好奇了 问不见了去了哪里 他说我也不知道 总之我们政府总有办法 我们要保持 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能够是这样 然后另外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是在当时那 越南湖 胡志明市施工那边 看到一些的美月混血 他们为了种种理由 没有去了美国 找他们的美军老八 留在那边 然后我跟他们做访问 每个人都说了 他们被歧视的经验 然后里面还有分等级的 假如你的美国老八是黑人 你是最被歧视的 最被歧视的 政府也歧视你 你美国老八是白人 他说政府对你的好一点点 福利路高一点点 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但现在后来变了很多 我记得大概十年前去 全部都是自行车的人 现在再去是摩托车 也因为这样穿白色衣服 我记得第一次去越南 全部都是穿着 那个很漂亮的衣服的 女孩子骑单车 真的没有 所以你说到这个漂亮女孩 就大家印象中 越南女孩就是很清纯 温柔 穿着那个衣服 显得身材特别好 所以现在特别流行的产业 就是找越南新娘 我们看这个越南新娘 像马家辉你们这种 台湾人最好这一口 越南新娘总价二十万 一年内跑掉陪一位 这个应该是给台湾人看的吧 这就是台湾人 你看这凡体式嘛 还保证的报纸 二十万就是相对于 人民币五万 五万 其实在大陆的话 好像更便宜 也是三四万 三万多这个找中介 好我们再看第二张 第二张是什么呢 这就是越南新娘 其实这个越南新娘 现在是几个地方特号 台湾比较多 新加坡比较多 最近大陆也开始多 因为大陆男女失衡嘛 对 有一条新闻说 有一个男的带着一万块钱 一个农民 准备要去找这个越南新娘 一万块恐怕还不够 他是这样 你到越南 你如果经过中介公司 两三万 你到了越南你说你认识熟人 也许可能可以一万多人民币解决 但是你要经过那个叫做大雅妈 大雅妈就比方说像胡志明市里面 他有些中介头 地方的中介 他给你中介一下 又转手的话 可能一万多就还不够 是这个情况 那么所以越南现在呢 但是这我觉得这些东西听多了 容易对这个国家有很多印象 我觉得大家这个国家 是不是穷到卖女儿了 其实不是 那也不是 越南现在并没有那么穷 我们这儿 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才说 越南人其实这几年 并不是真的很喜欢中国人 理由就是觉得中国人一来 总带着一些偏见 比如说我们打过仗 比如说我们南海问题上闹事 觉得什么越南玫瑰 越南难民 越南新娘 哎呀你们就很穷 然后他们反过来怎么看中文呢 他们觉得中国人第一歧视他们 第二他会觉得中国人 来做生意不讲诚信 那么中国商人这个是奸商 这一点好像很普遍 第三呢就是中国人卖东西 给他们卖的都是次货 比如说所以他们骑摩托车 都不大怨气中国的 我怎么觉得像非洲人看中国人 有很多地方看中文 好像都有这种印象 这个国民外交还真得高好点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基本的很惨 这个越南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呢 就大概觉得中国一帮骗徒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但是呢 我仍然觉得我们需要多点互相了解 因为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关系太密切 太近太近 我就跟马教辉说 其实越南以前讲广东话的嘛 在南部地区 对啊 在没有文字之前 他看的是汉字的嘛 他没有 他这个汉字历史非常长久 对对对 他现在这个文字才不够一百年 他这个文字是根据法语 有一些是根据法语 比如说自己的文字 有老一辈的一些文化人 汉字他也懂 还有法文他也懂 然后尤其我看过一些 因为我特别对古代的这个 汉字文化圈感兴趣 我特别看过一些以前的越南 像他19世纪以前越南人 他要写一个什么文章 要做文学创作用什么 那就是汉字 我读过他以前那些汉字创作 写得非常好 他那些诗啊 一些文章写得好得不得了 我觉得其实中国人 可以去越南多看看 因为我每次去越南 我就觉得他的那些古籍的保护 生活的那种状态 越南咖啡 其实有很多东西让你可以很 就是可以去享受一下 的那种感觉 而且越南我特别对他有好印象 是因为就是他的文化 就很多中文大家觉得 越南从而小国 中南半岛上一蟒铃 这有什么文化 其实不是的 他在受了中国文化影响 然后后来被法国殖民过之后 他出现一些很奇特的东西 我觉得我看过很多越南的现代文学作品 是直接是跟法国的东西打通的 然后他的电影 他的哲学甚至 比如说念哲学搞现象学啊 其实你知道越南出过几个 在文明全欧洲的大现象学家 这是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很厉害的 其实越南文化 对 其实一南一北都是嘛 你说以前越南汉化甚深 甚至有一段时期基本上 就等于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中国交址嘛 中国的一部分嘛 北方也是嘛 我们今天看的 我们香港叫南韩朝鲜一样 像明朝亡了给清朝 那时候的朝鲜人是很瞧不起中国的 觉得你们中国已经亡了 OK 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化的正统 移到我们这边 没错 所以明朝义官嘛 完全是觉得我们才是正统 当时的中华文化的正统在韩国 在朝鲜 日本也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越南啊 而且我记得以前 听一个老先生跟我说 他说当年他们去越南 那是对越反击战的时候 打过去 有些随军记者过去看 说很有意思 一打过去之后 就越南有些农村 马上有人 举了一个用汉字写的标语出来 说我们也会华语 我们怎么样 请不要伤害我们 就给我们人民解放军看 我们解放军看了这个 这当然也就 也不会搞你平民嘛 对不对 就过去 然后村民对我们解放军 还挺好的什么 所以你真的觉得这两个国家 虽然有很多历史矛盾 很多冲突 但实际上是 本来应该很密切 而且特别你知道吗 你说有一段时间 香港人都懂越南话 因为很多船民好来香港 对不对 香港政府水警警察 去把他们驱赶 或者说警告他们 都广播 不老东南 我忘记内容是什么 就警告你们 不能进来香港等等 然后那一段片 经常在香港的新闻 其实那时候有一段 那个时候也有当电影 是关注到这个人群的 其实也比较有意思 是吧 那时候香港是不是也有好几部 好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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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安华 关锦棚都都有拍的 还有后来有一阵子 变成80年代 90年代初 越南菜在香港是非常流行 后来才被日本菜取代而已 以前是主流 主流 越南菜馆 在香港非常流行 但是来香港的这些 越南船民和难民 大部分应该是华人吧 没有 不一定 他们其实很多 后来都走了 他们有很多人 我在美国遇过一些越南人 他们跟我说 小时候都还有那个 在香港住难民营的记忆 然后后来都走了 因为香港不是最终收容地 它是一个停留的地方 它是一个中介转流 但我一直觉得很可惜 就那个时候 越南人在香港 是被隔离在那个难民营 那香港人对他们印象也很负面 结果本来这 大家应该有些机会 可以好好交流 或怎么样 结果错失掉 那样的一个机会 好像还挺对立 到最后的时候 好像挺对立 已经产生骚动 对 有都乱 警方有镇压 当时香港人看在香港的 越南难民 情绪滿复杂的 因为当时也想到 香港会合规 有人说 今天的越南难民 甚至明天的香港人 当时是这样说 触景深情 我们都会这样坐船 跑去英国都是这样说